虽然说现在是和平时代,但是和平中也有和平的黑暗,因为没有对比的和平人们是不会称之为和平的。 就像吃过棒棒糖的人们会知道棒棒糖是多么的甜蜜,而后再喝一口苦药时又会把棒棒糖的甜蜜再次放大。 这就是对比的力量,有人觉得现在的和平算不上和平,是糟糕的,可又有人会觉得现在的和平是太平盛世。 没有能够比这更美好的了,所以许多人就觉得应该发展军事把坏人消灭光,又有人觉得现在发展军事是对和平的破坏,那么到底该不该发展军事呢? 给出肯定的答案,那就是应该,或许有人会觉得军事是对和平的破坏,但是却不曾想如果没有军事又怎么能够保障这一份和平。 就像如果你不成为一个霸主,又怎么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? 保证自己不会被其他恶大欺凌,军事听起来是对别人开战,发动战争的武器。 但是军事也在保证到那时保护了自己,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军事名人,听他们讲述军事史上的传奇故事与军事武器。 都说从生活的细节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素质,从一个人的素质可以看出一个军队的风气,从军队的风气,就能看出国家的海洋。 美国女兵在世界上可谓是出了名的喜欢折腾,而且方知女兵是出了名的爱干净和整洁。 下面就和笔者一起看看两个国家的女兵寝室都是怎么样的吧? 美国女兵站没站样,坐没坐样,一天到晚完事不恭的态度,在人面前表现得随意,没有礼节,不懂得打扮自己,给人一种很乱糟糟的感觉。 睡觉的时候还喜欢把枪放到床铺上,这说明了做事情比较邋遢,而且衣服也不脱,被子也不敢就直接的躺在床上就睡。 对,宿舍的床上平时都是乱糟糟的,根本就不懂得收拾和打理,一点都没有做一个女兵应该有的样子,自己的屋子都收拾不好,还怎么指望你能做其他的事情,从生活的小事,就能反映出做事的态度。 再来看看解放之女兵,不仅仅穿着礼衣上比较注重,而且都有女性该有的矜持和柔美,宿舍只要没有人的时候,就会收拾的整整齐齐的,从来不会把东西随意的丢弃,走进去就是一股比较清新的味道,给人一种舒适,尝量的感觉。 而且每个女兵都会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好,把被子叠成豆腐筷的形式,帽子也整理放好,错落有序,看起来就美观大方。 总而言之走进中国女兵的宿舍给人的感觉就是整齐,有素质,走进美国女兵的宿舍就是乱糟糟的,无烟瘴气,给人邋遢的感觉。 就这样还上战场打仗,说笑话呢吧,看完这么多军事实事,了解了这么多军事武器,大家是否对于军事感到热血沸腾呢? 军事是消灭一切影响和平或制造不和平因素的坚定力量,是对法律与公平的拥护,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想法以及思想,现在许多人觉得军人既然保家卫国,让人民当家做主,那就应该时时刻刻地让着人民,这样的嘴脸如实可恨。 所以,既然是享受和平的人,为什么不多多,爱护守卫和平的人呢? 毕竟军民一家钱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